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最新报道 大陆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去年12月曾经接触法国媒体主管机关 也就是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CSA 现在CSA证实这项消息 但是不愿透露何时才能决定是不是要允许 CGTN从法国地面发射站传讯到卫星 关于中国环球电视网英国通讯管理局 是在这个月4号撤销它的播放执照 而这个牌照其实让CGTN获得很多个欧洲国家的播出许可 因此金融时报指出 英国原本是CGTN在欧洲广播的枢纽 结果英国撤销CGTN的播出牌照之后 CGTN在德国的播放许可也同时失效了 因此中国大陆就宣布 禁播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世界新闻频道 BBC World News作为反制 而隶属香港政府的香港电台 也宣布跟进不再转播英国广播公司 刚刚提到世界新闻网BBC World Service的节目 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CGTN现在传出来 已经转向法国有关当局来寻求 可以恢复在欧洲的广播权 现在中国大陆在春节假期结束之后呢 陆续出现了回程高峰 央视新闻网报道因为两会即将在3月5号在北京召开 现在北京的防疫进一步的大升级 除了全部所有的驾驶都已经接受了新冠疫苗的接种之外 搭机进入北京的全部都要严格 就是遵守关好关满 至少21天的隔离的时间 前面的14天呢 就是自己来打理 后面的7天隔离呢 是由北京政府来负责 现在有一些人呢 特别是呢 就是进入北京的记者呢 他们呢 是在这个北京四环的地方呢 集中管理来观察这个隔离的部分 而且呢 现在就是大陆国铁集团也要求在3月15号以前 搭乘火车的人员要进入北京的这些人 要有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持续关注两会的消息 新岛新岛日报报导 这个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将在深圳举行的正改研讨会当中 发表重要谈话 外界预料呢 夏宝龙可能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呢 为这个部分呢 做准备 现在有一种说法传出来 说两会可能会拍板贯彻爱国者治港的正改方案 这是什么意思 新岛日报报导说 这个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说 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基本原则 就是代表反中乱港的出局 还说美国等西方势力呢 长期插手香港选举事务 重点扶植某一些特定的代理人和政治团体 那有一些香港的公职人员呢 明显的违背了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必须接受法律制裁 两会之后传出 现在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可能会实施 这个就是引发大陆现在恒大争议的东北地区开放生育的提议吗 大陆是在2015年的时候取消一胎化的政策 从单独二孩鼓励全面二胎 可是奇怪的是 开放之后呢 生育率反而下降 为什么 他们研究出来说 主要是大陆的年轻人生活的压力大 不想生娃 而这两天的消息是 大陆东北三省 因为面临一年少42万人负成长的问题 因此大陆政府考虑全面开放生育限制 来挽救急速消失的红利人口 杨氏也有报导说 大陆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这个官网最近有公布 东北地区可以立足 本地实际进行探索 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而去年两会 其实全国人大代表也有提出来 就是率先在东北地区的辽宁 吉林 还有黑龙江 这三个省全面开放人口生育政策 可是其实低生育率的情况 并不是只有东北的当务之急 去年底的时候 大陆的民政部长就说过 大陆市林人口生育意愿偏低 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了这个警戒线 人口发展进入关键的转折期 而且再加上大陆公安部最近有公布 这个数据显示说 去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 其实比2019年还少了175.5万人 减少的幅度多达14.9% 主要就是大陆年轻人 他们觉得薪水经济压力大 养儿教育的费用也庞大 而且还有就是整个社会 男女人口的失衡 再加上这个大城市的女性 有很多部分他们是崇尚晚婚 这些都是造成这个大陆低生育率的关键原因 那现在这个全面生育政策试点方案提出来 有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 他叫易富贤 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受访的时候表示 这个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是基本的国策 怎么可能试点呢 单独二孩如果试点失败 那全面二孩也失败的话 在东北试点全面开放生育会怎么样呢 大陆社会热烈讨论之下 现在大陆国家卫健委又发表声明 改称说东北地区的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 其实是多方面的 并不是简单开放生育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因此现在就是大陆的官方态度又转而保留了 说全面开放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 还需要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因此呢是不是两会之后就会实施 现在其实民间吵得很热 但是官方态度变成保留 以上是全球现场 特别关注中国大陆的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못吝点赞 订阅 一陌 ó new 正ош公医官方态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